俄罗斯世界杯各国落下帷幕,法国队捧起了大力神杯,时隔二十年再次登顶世界之天,其实,虽然中国男族没有参加本次世界杯,但是其实有一支国族的队伍出现在了俄罗斯的球场上。 他们就是由马明宇、彭伟国、胡志军、利雷雷、学阳等中国足坛民宿组成的中国足球传奇队,他们此行是为了参加世界传奇超级杯,这项赛事有八支球队参加,都是一线传奇球员组成的队伍,汇集了各位足坛民宿,与俄罗斯世界杯一起共享足坛盛宴,虽然都是中国男族的民宿,但是这次比赛的成绩, 却非常不尽如人意,球队惨造三连板,首场比赛,中国传奇队迎战美洲传奇队,美洲传奇队实力强劲,队中有利瓦尔多、卡夫、克雷斯波等球星,最终的比赛过程和结果也是可想而知, 美洲队的巴西球星卡夫上演帽子七把,率领球队七比三大胜中国队,第二场比赛是由中国队迎战世界传奇队,中国队先发制人,开场一分钟就由胡志军打进一球, 本以为中国传奇队,这次会有好的表现,但是不料还是没有抵挡住世界传奇队的冲击,在30秒内,被西班牙球星门迭塔连接两球,随后崩盘,之后就被对手打进了六里剑球,幸亏和美国最后还打进了挽回延面的一球, 这场比赛的比分定格为2比8,中国惨败世界传奇队,第三场比赛,中国队迎战意大利传奇队,人本以为这场比赛比较是均力低,但是却出现了完全一边倒的局面, 中国队最终以分比时惨败意大利传奇队,全场比赛毫无还手之力,中国传奇队三场惨败,丢掉了25个球, 面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传奇球星,被踢得毫无还手之力,虽然这些老球员年龄相宝,体能也差不多,但是通过比赛过程和结果来看,技术和水平还是差距太大, 可以说这些国足球员算是中国足团的佼佼者了,面对世界高水平还是差距很大,也就是说中国足球跟世界杯的水平还是有很大差距的, 是不是我们目前的水平还不如这些国足前辈呢,想踢世界杯,我们的水平还得努力提升,中国足球任重而道远。 姜 姜